中共突破近6萬人染疫亡 更大危機恐怕來臨 習近平開始肆虐 中共今年將會跨台 習近平一號軍令至今未能發布 原因被揭 根據英國媒體《每日聲報》報導 70歲的俄羅斯總統普京終於今年退休 消息是來自於阿巴斯·加利亞莫夫 他曾為普京撰寫演講稿10年 曾經也是普京身邊親近的人 更一 他在霍多爾科夫斯基油管直播影片中表示 普京可能不會參加2024年的總統選舉 而是將權力交給他信任的繼任者 加利亞莫夫指出 俄烏衝地內俄軍失勢 令到普京需要面對越來越多的壓力 他將會通過談判移交權力 令自己平靜退休 普京已經失勢不想連任 即使參選都無法當選 加利亞莫夫分析說 普京的繼任人有3個人選 現任總理米克伊爾普舒斯京 現任莫斯科市長謝爾蓋索比亞寧 或是對普京忠誠的副參謀長德米特里 科澤克 這3個人入面 1個人可以繼任總統 上任後將會與烏克蘭和西方談判 去打破現在的僵局 俄烏戰爭自從去年2月爆發至今 一直都有消息說 普京的健康狀態不佳 情況甚憂 根據《每日聲報》報道說 普京喜歡用右手抓著桌子 有人就認為這是防止右手在陣 在SVR頻道上就有消息人士說 普京可能患有癌症 柏金遜或多發性硬化症 他的健康狀況只是急劇惡化 消息說已經擔任俄羅斯總統18年的普京 今年卸任後將會在位於 黑海海岸的格連制克庫鑑 被稱為俄羅斯寶藏的黑海宮殿度過餘生 但以上消息都尚未得到證實 僅供大家參考 另外 普京在1月11日以影片方式主持 召開了2023年俄聯邦政府首次工作會議 在會議中 普京憤飾了工業貿易部長 並兼任副總理丹尼斯曼陀羅夫 但罕見地遭到丹尼斯的持續頂撞 最後普京情緒激憤地強令他 沒有條件地執行他的指示 而結束了會議 在以往的紀錄中 俄羅斯政府體系中 特別是克里姆林宮的官員 而敬為普京並無條件服從他的指導和命令而出名 而出名冷靜和強悍的普京 第一次在會議中遭到下屬的持續頂撞 情緒失控的現象令俄羅斯政壇和政治觀察家都感到震驚 有分析認為 今次會場風波預視著俄羅斯的政治大船航行已經不再平穩 戰場上的敗退、外交上的孤立、經濟上的危機 都令政府各個部門人心背離日益嚴重 遜風惡浪中 俄政府最終是難以持續戰爭 未來俄烏戰爭極有可能會以某種戲劇性的方式結束 近日英國一份研究報告披露中國23日之後 單日染疫死亡病例將達到2.5萬人之後 中國官方突然在14日首度公佈 過去一個月中國醫院染疫死亡病例達到接近6萬人 中國衛健委醫症司司長焦雅暉表示 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 中國大陸醫療機構累計發生在醫院病毒感染相關死亡病例 59,938例 根據中共官方通報 上述相關數據就僅在在院部分 這都引起大陸民間圍觀熱議 在微博上大批網友紛紛留言 感覺不只喔 但我們都不敢說 一個月時間中 死亡將近6萬人 這還只是在院新冠死亡病例數字 還沒有計算在家裡死亡 死亡只要不是開新冠的原因 開其他就能隨便膚显家屬 查下這月全國消滬人數 旅居加州的中國華僑關曉都在twitter上寫到 只是8億時間 她在北京的親人就有5個人相計離世 而且離世後遠方都不捨新冠 他認為這個現象不太尋常 中共在此之前一直都三慘其口 直接是連續三天不發布任何數據 但現在為什麼突然公佈死了6萬人 對此資深媒體人 自媒體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 就對看中國表示 這種反常的跡象至少透露了三個可能性 他說 第一 中共為了挽救憑危的中國經濟 需要吸引外資和外國技術 所以不得不對國際社會的施壓有所妥協 他們就釋出一部分的實際數據 一方面是應對外國的質疑 另一方面就是繼續掩飾國內 不可以說更大的疫情真相 第二 中共可能內部發生機密數據外洩的情況 有事物者就拿到真實的疫情數據 準備對外公開 所以中共就立刻先發制人 搶先發布了一個低估的數據 先取得話語權 掌握輿論陣地的主動性 再看看涉物者會不會有後續行動 第三種可能性是 中國境內可能出現相當致命的疫情 或者是出現殺傷力強的變種病毒 在中國造成大量傷亡 官方知道始終只是包不住火 所以就開始釋出一部分的死亡數據 去為日後出現更大的疫情死傷 來做輿論的鋪戰 就是想藉此去營造中共 是沒有掩蓋疫情的虛解形象 根據報導 自從白紙革命去到煙花運動 由重慶某個藥廠的工人抗議 去到杭州某生物公司的工人抗議遊行 中共一反常態地退縮讓步 這些抗爭的事件雖然規模不大 但這些民眾集體與公權力對抗的情況 就是過去難以想像 在民眾中 中共政權控制力已經在削弱 大家都不再怕 並且開始利用各種機會挑戰中共權威 尤其煙花運動爆發後 中共沒有像以前那樣 煞氣騰騰地搞抄後算賬 而是選擇退讓 北京、山東、遼寧等多地 不同程度地放寬煙花禁令 其中西安市公安局發下通知 要求警方由性執法 對於延放煙花和炮掌的行為 不予群眾發生正面衝突 中國問題專家橫河近日就表示 白紙革命和煙花運動都令民眾看到中共的弱點 就是中共是可以被打敗 至少可以逼著他們讓步 這就是中共這麼多年來 竭力想避免 但始終都未能避免 自由評論人鄧海燕就表示 新年剛剛開始就不斷爆發的民眾抗議 反映了民眾的情緒已經去到臨界點之後的一個變化 就是他們不再怕 他說愈來愈多的人站出來用不同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不滿 表達反抗的情緒 這種情緒一旦連接起來 他是不會輕易熄滅 獨立賬稿人朱國明揚就表示 從國際大環境來看 中共已經失去了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時代背景 全球的反共聯盟實質上早已形成 中共從來都沒有像現在這麼孤立過 在國內面對防疫政策的徹底失敗 加上習近平上台之後沒有做成一件事 令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 在這種大氣候之下 中共是不敢對百姓開殺界 為了保黨保權他只可以退讓 而這種退讓就激發了民眾的反抗精神 隨著疫情的加重 各地的抗議運動會越來越多 面對國內外的多重壓力 中共可能會在今年自行瓦解 徹底退出歷史舞台 2023年已經有半個月過去 中共軍委就始終都未及時發布2023年的一號軍令 打破了近年來的慣例 它的背後原因引發了諸多猜測 近年來中共的慣例是在元旦過後 就立即發布當年的一號軍令 去開啟當年的軍事訓練計劃 這是執掌軍權的象徵 最近三年習近平一般都是在1月4日之前 簽署當年軍委一號軍令 並且在黨媒和軍隊媒體高調發表 但今年的1號軍令就至今難探 評論員沈舟發問 由中共面臨的外部環境和內部形勢兩大方面 對此進行分析 在國際大環境方面 沈舟表示 2020年和2021年的軍令比較類似 主要內容都是高調宣稱要備戰打仗 去到2022年類似的說法就消失 內容由之前的六段 六句話縮減到兩段 兩句話並且放棄了聚焦備戰打仗的高調 中共軍隊的主要任務是確保習近平連任成功 二十大之後 中共黨媒對是不是會備戰打仗的宣傳變得蒙滑 11月14日的拜習會上 習近平稱無異挑戰取代美國 2023年1月13日 何偉東參加中央軍委紀委擴大會議 再次提到實現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 但就沒有再提及備戰或打仗 沈舟說2022年12月16日 日本在新公布的國防戰略文件中就明確 中共是最大的威脅和挑戰 並且決定盡快部署遠程導彈用於反擊 今年1月11日 美日防長和外長在華盛頓舉行二加二會談 聯合聲明針對中共的軍事威脅 確定了一系列加強美日軍事同盟的舉措 目前遺剿中共的國際聯軍已經形成 中共此時如果還是高調宣稱以備戰打仗 後果將會在大家起文樂見 這恐怕是中共軍委2023年1日軍令難產的最大外部原因 中共內部面臨的諸多問題 也導致他們不敢輕舉妄動 目前來看大概有三個方面的因素 民眾覺醒開始抗爭 戰爭失敗後的後果難以承受 軍隊染疫導致戰鬥力下降